詞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都能看出老胡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了 差不多小时候从小看着九寸黑白电视机 那时候主要放的就是小兵章杆一类的革命主义教育片子 受着革命主义教育 接下来就又听着宋世雄老师慷慨激昂的解说着中国女排三连贯的伟大胜利 后来呢就开始听着卡带录音机 成天放着七星北方的狼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时候 然后慢慢的长大着 直到后来就看过了 类似于也知道李东宝怎么苦追葛灵的 估计那个年代的人大家都知道李东宝是谁了 不过这么多年倒也经历了一些所谓的大事 比如当年从最开始的学生运动 最后一步步发展到由共产党下了定义 定论为暴乱的六四世界 后来过了这事之后 老胡倒也是良民一个 当年算是不服从国家分配 不知天后地后的 最后混到一家国家级的校企 干了一阵的学院派的工作 纯粹做研究 接下来也跳槽去了那种 成天不烧钱 不知道怎么花钱的那种 随意挥霍的风头公司 到最后找了一家 办什么事都拖拖拉拉的国营企业 终于忍不住的决定 隔自己的命 所以若干减欠的某一天 老胡大晚上地站在东指门 加拿大大使馆的国旗下 信誓旦旦地说道 老子迟早有一天 要踏上地球另一半的你这个国家的领土 就这么把斯克也忽悠过来了 这时间一晃也就过了十多年了 来到这儿之后 这时代进步很快 老胡也就这么吸引呼噜地过了 后来发现现在好些 新鲜宁词技术概念 老胡已经快不懂了 不过幸好老胡还有一些 自个儿保留的东西 平常呢 感觉老胡自个儿做饭还成 另外有时间就带着家人 要不然就自个儿 收拾个大包 自虐地 扛着几十公斤东西 跑到外边去看 有的时候又自个儿 写点酸诗 发点小文 画个小画 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 这个觉得现在社会进步了 好些人 这在网上过一段时间 就白会一段 要不然就是没事干了 报告别人的隐私 甚至自个儿的隐私 还有甚者就是 为了过嘴瘾打了嘴炮 在网上头随便骂人家两句 也能圈一堆粉 老胡想着也想借这种 先进的媒体平台 把老胡 给这点生活感受 给大家说一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的呢 也没什么 只是看在这种 现代的社会当中 通过这种方式 是不是也能 认得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然要是 借此能 劝几个 对咱项目爱戴的粉 也挺不错 所以呢 老胡就考虑着 借此机会 把这个老胡 知道的这些 好吃的 好玩的 好用的 好使的 当然也包括这个 不好玩的 不好用的 不好吃的 不好使的 等等那些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今天 算是油管开场的第一片 老胡就 跟大家打个招呼 对于这个频道 最后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老胡想了想 其实也就是介绍点 那些杂吉杂坝的 过日子事 所以老胡最后决定 先给这个频道 起名的 叫做老胡的 杂吉杂坝的 日常生活 然后希望以后能够 出一些 大家喜欢的片子 最后呢 老胡也学着 这个网上的这些 专业人士 说着一句结束语 希望大家 欢迎大家 点赞 听语 欢迎大家 订阅 订阅 订赞 订阅 点赞 然后关注老胡的频道 然后有机会咱们多交流 今儿就到这 拜